台铁泰鲁格号事故过后 对于生还者、家属、救灾人员 甚至于关心这一起事件的民众来说 心中不免留下了阴影 以至于产生了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而医师就表示 亲友可以给予适度的陪伴、关怀 来缓解情绪 另外也可以透过运动、阅读等等的活动 来讲低内心的焦虑 台铁泰鲁格号输轨事故的现场 伤亡者忍受着伤势疼痛 交集宣任的家属、情绪崩溃 不断在狭小空间救援的消防人员 也身心俱疲 这些身心压力即便事发至今 已经过了多日 仍在相关人员及各界心中留下阴影 这时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可能悄悄找上身 不停做相关压力事件的这个噩梦 或者是会回忆重现 不知不觉就突然的回想起 那个时候难过的一些场景 那或者是会出现一些生理性的症状 比如说会过度的警觉、失眠 这些身心层面的不是表现 若连续出现长达一个月 就可能需要就医寻求专业协助 而出现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对象 也不仅仅局限于生还者、家属或是搜救人员 任何关心这件事件的民众 都有可能罹患创伤后压力症 这时候医师就建议可以给予适度陪伴关怀 来缓解症状 或是从事休闲活动 转移注意力 这个时候可以做的事情 其实是适度的 适度的关怀 陪伴跟支持 比如说有一些人喜欢用打球 有些人喜欢用踢音乐 甚至看一看综艺节目 这些都是蛮好的抒压方式 根据国外统计 极端重大事件发生后 撞伤后压力症在前三个月高达60% 而这次太鲁阁事件中 除了生还者 包含救难人员及罹难者家属 都是高危险群 也因此急需家人及亲友的关怀与陪伴 近日上会台东市报道